第一期精神健康項目資助計劃 合資格機構最遲下月31日提交建議申請撥款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 在禁讀基金預留3億 加強支援有需要社區人士 計劃由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統籌 第一期資助下 社區培訓非業界領袖 建立精神健康社區支援網絡 支援照顧者和獎者資訊科技 將獲優先考慮 受社署遵助非政府機構 社聯會員和大專院校等 都符合資格申請